有点 你们终于听听什么声音 啊 怎么快看 啊 是大水啊 这绿子小猫子不停被大水停转了 一路随过着 啊 孩子 我的孩子 鸭妈妈虽然抢救不及 但仍不拘不恼 一路紧紧跟随着鸭宝宝 从人口传出的微弱呼救声 不放弃任何一丝救回孩子的希望 啊 啊 啊 救命啊 妈妈 妈妈 快来救我啊 是妈妈 妈妈来了 妈妈 妈妈 快把我们救上去 这好恐怕 孩子们 妈妈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们救出来的 然后小鬼淡淡的水泡捕却又一次 孩子 我的孩子 这位鸭妈妈为了救她的孩子 平安越过了许多条马路 绕过一处交通繁忙的圆环 穿过一条电车轨道 然后还经过民宅 学校与医院 孩子 孩子 你们在里面吗 孩子 孩子 你们在里面吗 是妈妈 妈妈她找到我们了 妈妈 妈妈 我们在这里 谢谢谢弟 你们没事就好 这里距离三里客栈约3.2公里 而这只母鸭子 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 竟然长途跋涉了3.2公里 虽然亚妈妈们到了这里不再漂亮 但却困在一个口盖下方 亚妈妈则一直在父亲守候 等待救星出现 她整整守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一位59岁的男子彼得 早上6点钟 她出门时 看到一只母鸭 在马路上的人口盖牌 呱呱呼唤 这只鸭子怎么一直在这儿 莫非它受伤了 她走到人口盖旁边 这才听到小鸭在里头的呱呱声 才终于明白 于是 她立刻号召邻居 组成抢救小鸭大队伍 用铁锹 铲子 好不容易才将沉重的人口盖撬开 然后 再用网子 将6只熬熬待旧的鸭宝宝 一只一只打包上来 救上来这6只小鸭子之后 彼得又开车载着她们 到野外一座河谷进行了放生 彼得看着鸭妈妈 带着6只鸭宝宝游入湖中 这才如释重负 功德圆满 母爱的伟大不容置疑 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母鸭子义无反顾地跋涉3.2公里 动物尚且如此 何况是我们人类 我们的社会更是需要如此的爱 杀生是世上最厉害的果报 古代魏国有一位公主长得非常美丽 也很喜欢打扮 总是穿得非常奢华 这件衣服不好看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这件我也不喜欢 这么多衣服就没一件让我满意的 你们是怎么搞的 连件漂亮的衣服都做不出来 公主 这里还有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非常漂亮 是用翠鸟的羽毛缝制的 您一定会喜欢的 哦 用翠鸟的羽毛缝制的 快拿来我看看 哦 天哪 这衣服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今天就穿这件衣服 嗯 于是 公主就穿着这件 翠鸟羽毛缝制的衣服 去向魏太祖请安 你说 父皇见了我穿这件衣服 会不会称赞我呀 公主 您穿这件衣服 简直就像仙女下凡 皇上见了 一定会赞赴绝头的 哈哈哈哈 我也是这么想的 再见父皇 嗯 父皇 您看这件衣服漂亮吗 快把这件衣服给我脱下来 以后 不许再用羽毛来做装饰 用羽毛 是又怎么了 这些羽毛多漂亮啊 你知不知道 觉得这件羽毛 会害死多少只鸟啊 这件衣服 又用不了多少羽毛 是会害死几只鸟啊 你是一国的公主 你穿这样的衣服 皇亲贵族都会模仿 就连一般民女 也可能会希望 穿这样的衣服 商人们只要有利可图 就会想尽方法去捉鸟 以供应羽毛的需求 那时 所杀的生命就不计其数了 穷究根源 就是由你所引起的 这样你的罪过就很大了 啊 这样啊 我真没想到这点 这件衣服 我真的不能再穿了 嗯 从此以后 这位公主 就再也没穿过那件 羽毛缝制的衣服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经意地举动 就会造成杀戮 要知道 杀生 那可是世上 最厉害的果报 张先生 说的有道理 我们有时候 无意中伤害了生命 那也是杀生啊 是啊 只要是杀生 就会遭到恶报的 哈哈哈哈 嗯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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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两个孩子身体不好 你一定要帮帮我 让他俩 恢复到以前 快乐健康的模样啊 张先生 见这两个孩子 精神状况 都很不正常 于是 便为那位妇女 有没有杀害过生命 他们两个 生病前几天 你有没有杀生啊 呃 没有啊 哦 你没有杀生 那这两个孩子 怎么都会变成 这个样子呢 蛇 蛇 有蛇 蛇 蛇 烫死他 快烫死他 孩子 别怕 别怕 没事的 妈妈在这里呢 我会保护你们的 蛇 烫死他 他们说的蛇 是怎么回事 啊 难道 是因为那件事 妈 家里要烧的木材够吗 不多了 需要再砍些柴 正好我和哥哥 正要把门前的那棵大树砍掉 到时候我们砍下了这些树枝 来给你当木材烧 嗯 那太好了 你们哥俩可要小心点啊 妈妈 你就放心好了 当这兄弟二人来到屋外门前砍大树时 突然看到有两条蛇钻到树底下的洞里面去了 哎呀 蛇 让我砍死他们 哇 没砍到 哎呀 这两条蛇钻进树洞里了 算他们俩跑得快 要不我非把他们砍成肉酱 就这样放过那两条蛇 也太便宜他们了 对了 我们可以往这个洞里倒热水 把他俩烫死在里面 好主意 我这就回家拿热水来 就这样 兄弟俩便拿来了一壶热水 倒进了树下的洞里 把那两条蛇给活活烫死了 哈哈哈哈 烫死他们了 几天以后 这兄弟俩就把自己关在房里 不久就罹患精神病了 喂 你们两个急急忙忙的要干什么 开门啊 开门啊 你们关这门干嘛 等再打开门时 他们两个就这样 罹患精神病了 大儿子这样 二儿子也是这样 两个精神都变得不正常了 哎 真是可怜啊 是啊 这两个儿子都得了这种病 实在是可怜啊 赵先生 您能不能帮个忙 把这件事给化解化解啊 你的两个儿子之所以会这样 都是因为杀生的关系 你看他们这么残忍 心那么狠毒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见到蛇钻到洞里 还想用开水把他们烫死 这两条蛇是兄弟 两条蛇都被烫死了 两兄弟当然也因此 罹患精神病了 你们两个 平日里我不是告诫过你们不要杀生 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可好 遭受到报应了 那现在就没有办法补救了吗 是啊 他看上去真可怜啊 要说挽救的办法 也不是没有的 那就是今后多做善事 多放生 过生 来弥补过去犯下的错误 嗯 这世上最大的夜暴 就是杀生 杀生的夜暴 比什么都还要严重 互相残杀 互相报复 这就是世上最悲惨的一件事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护持中华印经协会 因为印经协会印了很多很好的精彩的佛教书局漫画DVD卡通等等 免费的要推广佛法 所以也希望各位菩萨主动到各中心来索取这些书 除了自己看 放到附近的素食殿 放到附近的庙 寺庙 人口聚集 医院邮局等地方 让这些菩萨们有机会也能够接触佛法 愿各位主动积极做一个爱心菩萨推广佛法 阿弥陀佛 愿您深入进藏智慧如海 护持正好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赤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